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就是阎王 自己能走吗 当然 当然 那就别啰嗦了 快走 快走 我叫徐天赐 练武时几年 不过 都没有在龙城这几天打得过瘾 刚才那人很能打 可惜 还是我更快一点 你说你练传统武术很久了 那你 信不信武德啊 哼 那种东西 早就过时了 你 你干嘛 你说得没错 我也不信武德 赶紧走 想被外面的人抓住吗 这一脚 我一定还给你 行 我等着 朱迪家 找我有事啊 你不死鬼 跑哪里去了 我 回他做事啊 蛤 买车啊 还是算了吧 不如折线给我好了 没家没夜 我更需要钱啊 吃软饭的小白脸 不敢不敢 只要朱迪姐你高兴就好 喂 狗神仔 你站住 什么 臭小子 找死 老子呀 呃 喂 你那边好丑啊 哦 我在做事嘛 当然有声音了 什么情况 你们俩是谁 这些小王八蛋 真简单 没有没有 朱迪姐我不是说你呀 喂 阿颜 喂 阿颜 你搞什么鬼了 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啊 哎 我 拿来了 听到 当然听到了 朱迪姐 我这边马上完事了 待会打给你 啊 你到底在干 啊 哎呀 腿都沾麻了 九哥说的人到底还来不来啊 按事上的说都办就行了 哦 哎 大哥 来了来了 几个人 就两个 正往这边走呢 之前让你弄的喷子呢 快拿了 大哥 你催的太紧 没来得及 这还要啥喷子 小时候可是皆是砍了那小子一刀 我们十几个人 还搞不定两个 这 不中用的东西 那 那 那是什么 这家伙 究竟是人是鬼 你没搞到枪对吧 没 没有 撤 大哥 你说什么 我说撤 是 是 到这里就没事了 你自己叫车吧 以后出门当心点了 哼 上台前都签了生死状 他们不讲规矩 没意思 花生久的人想杀你 只需人情 不用道理 半个月 半个月之内我一定要好上 在拳台上等你 在拳台上等你 这里这里 呦 新衣服挺帅嘛 又跟朱迪约会去啦 是啊 那 东西放下跟我来 之前的事摆平了吗 在龙城 哪有太岁摆不平的事情 花生久那个扑盖 闹了几天 还不是乖乖的走啦 太岁 你找我 哦 也没什么要解释 信徐那小子 是要玩票的 无论你们之间收音如何 以后第六类的泪主 都非你莫属了 我当然要关照一下 未来的台柱子呀 太随书笑了 我哪里够格做泪主啊 泪台上召见无眼 赚够了钱 我还想回家安稳养老呢 你的意思是 不愿意跟着我做事 此次沿浮世间内容为 自由对决淘汰女性 原来就是真人版吃鸡啊 既然来了 就别着急走吧 有趣的地方 谢谢大家 我还等着, 没p直到我 他一直在转发 我还要放大 人召见 啊 人召见 感谢观看